Hello,大家好,我是叶鲁峰,继续我们的教程 接下去我们讲第二篇章虚幻引擎基础操作的第六板块各类灯具的配接与使用 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五台灯具的各类五台灯具的配接和使用 前面我们讲了一个光速灯配接与使用 这次我们用一个扫描灯 首先找到DMAX FIGURE内容 点击Lighting FIGURE 然后选择扫描灯,我们复制一个过来 保存一下 将它拖到场景中 把场景稍微打亮一点 把它拖到场景当中 好,在进行配接操作之前 我们先点开灯具蓝图 通过点击世界大纲这里可以进入灯具蓝图 也可以通过双击浏览器这里面的蓝图来进行打开 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有一些什么默认的属性和功能 T轴,P轴,P轴,颜色 然后它这里有颜色盘 图案盘 亮度,平散,聚焦和雾化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体功能和光速灯是一样的 那就可以说明我们用光速灯的灯库也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使用的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配接 点开我们的DMS库,之前的DMS库 我们可以拷贝一个下来 进行一个从命名的操作 也可以直接使用它 我这里就不做拷贝了,我直接使用它 比如说我现在再添加一个新的 然后进行一个从命名 好 保存 选择它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基础配接的操作 好 续换引擎内 扫描灯的配接已经完成 我们接下来再切换到NPC界面 进行一个配接 配接一个 ID9地址码1.081 1.81对的 再切换回来 点yes 插掉之后点yes保存 好,我们再选择 登据 选择登据9号 确定 please 保存 在这里点一下 叠加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缩放到适合适口 然后再点击设置 点击设置 鼠标选中它进行一个移动和拖转 好 我们接下来操作一下 进行一个移动操作 好 扫描灯没问题 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登钟 我们选一个帕灯 先复制一个 因为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更改 所以我们复制出来 复制到这里 然后再进行 拖到场景当中 进入蓝图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有什么功能 一个是亮度 一个是平闪 一个是放大 一个是颜色 但它这个颜色是跟前面的两种灯是不一样了 它是RGB 好 我们了解它的功能 我们接下来在U14里面进行一个配件 首先我们是要创建一个灯具类型 比如说我们请命个名 添加模式 模式1 总共有一类 两类三类 再加上一个三类 总共是六类 亮度 青山 红 绿 绿 蓝 一个 放大 Zoom 进行一个简单的命名 进行一个简单的命名 再添加地址码是第91 好 我们切换到培用PC 点击Setup 配接 也可以另外新建一个类型 我们这里还没写灯库 我们再进行一个MAR onPC的灯库编写 点击空白处 点击添加 给一个灯具名称 再给一个厂家名称 再给一个厂家名称 好 选中它 点击编辑 再添加 右键选择属性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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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 OMPC里面是代表的是RGB RGB 然后再是 一个 放大 全选 输入1 它自动帮你排好了 我们再设定一下默认值 然后再设定一下它的高量值 高量值就是在点击这个高量按钮的时候 它会直接跳到这个数值 小一点 好 设置好默认值之后 我们再去对比一下 看一下它的 顺序 顺序 对不对 顺序 对了 好 进行一个配接 数量1 ID10 地址91 继续 灯具 10 please 存储 选中这个灯 双击 我们看一下 进行运行 嗯 发现好像没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进行一个 有一次内部没有进行一个配接 再继续选择 酷 也可以 选中它 然后点击这个箭头 然后再选择 帕 运行 好 选中它 选中这个灯具 可以进行一个亮度的调节 因为它是没有PT轴的 也没有图案的 颜色 它是RGB 三个属性 可以进行调整 也可以点击这边的按钮 进行一个线性的调节 它还有平散功能 然后还有放大 好 好 虽然白表示一种文化 但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但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最后 你对